Hello 大家好 莎姐 剛才莎姐拿回衣服 那個洗衣服的那個跟我說 我有些很厚的毛巾 美國來的很厚的毛巾 她說要加錢 以前也沒有加我錢 她說現在要多加兩轉才乾 所以要加錢 加10元一條 我就在想 以前都是這樣看的 都沒有加錢 我知道經營成本是增加了 我就問她 如果兩條呢 說都是10元一條 我就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說加10元一次 那OK 我加沒問題的 因為真的成本增加了 但你說10元一條 如果我一袋衣服裡面有兩條 或者三條 你就加我30元 但你是不是會分開三 逐條逐條和我看呢 你是不會的 你都是三條放在一機照看的 所以我就覺得很不合理 最多以後不用大毛巾 不用厚的毛巾 用薄的毛巾 我又覺得這個還好的 這個純粹是牽涉到我個人 而她也沒有牽涉到任何什麼 但是我們的M加博物館 西九的M加博物館那怎麼辦呢 我覺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 那個西九文化的CEO就說 不關我事的 這些就交給當個負責統籌的人 總之她就什麼鬼都不關她事 我又心想 什麼鬼都不關你事 你賺什麼錢 因為理論上CEO是應該有錢賺的 那你賺什麼錢賺呢 既然什麼鬼都不關你事 那你不要做這個CEO 拿這個名銜來幹什麼呢 好了 統籌那個M加博物館統籌那個 就買了很多 漢奸的畫像 艾薇薇的那些 叛國啊 顛覆國家的畫 又跟她簽訂了 統籌那個解釋 那我也簽訂了 都給了錢 那我自己覺得 一個很神奇的一件事 你明知道艾薇薇的那些事 都不是今年的事 都很早之前一直都被譽為 是顛覆國家 踩界 現在有國安法 就簡直是顛覆國家 那你一早都知道有問題 你做什麼你還要簽呢 其實藝術是不應該 涉及一些政治的 這個我經常都覺得 藝術是不涉及政治的 就算你是諷刺也好 但都應該合乎 那個事件 如果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簽了 烏合麒麟呢 烏合麒麟那個 都可以的 對不對 但你那個是西九文化 其實是否不應該涉及政治呢 另外一件事 就是你簽了 不代表你要擺出來 你最多愚蠢投資錯誤 等於今天他們去家裡 去海鮮當買海鮮 買了魚 買了蜆 買了蜆 買了什麼的 然後 打算回家裡煮 誰知道突然間公布 食衛署公布 去買那個魚市場 那些海鮮呢 大腸鋼菌超標 重金屬超標 或者那些深海魚有雪茄毒 那你是不是還會煮給你們 那些小朋友吃呢 你都丟了它 是吧 你都不會煮給你的小朋友吃 這個事實 你把這些 是會害我們小朋友的文化 這些所謂的 毒害我們小朋友的東西 你還有什麼 還要擺出來呢 你最多是虧錢 你是不是要毒死我們的小朋友呢 再好笑就是 簽了就要擺嗎 不是的 你今天簽了一個魚檔 以為他的貨是正常 然後爆了 他的貨原來是薑絲肉 不是 是簽了一個肉檔 他的貨是薑絲肉 那你還會不會和他拿貨 你不會的 你隨時告他 他還會不會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奇怪 當然 你可以說 你可以去還是不去西九文化中心的 M加博物館 你可以去還是不去的 但是 我們說是嗎 有時候的學校 真的會帶一些 學生去文化博物館 帶他們去天文 那個科學館 帶他們去這些 這些是課外活動來的 到時候 老師帶他去 到我們家長館嗎 不是 我不是家長來的 對不起 與我無關 到其他家長館嗎 管不到的 還有 老老實實 你覺得藝術是會升值嗎 難聽這些說句 梵糕啊 北加索那些 我們香港就買不起了 也沒有這個地位 去買這些 但艾薇薇這些 我當他真的是藝術家 技術家是要死後才值錢的 才會被人看的 你等艾薇薇死了 是不是這樣說 那些畫面才會值錢的 所以你現在這麼高價買 是不是愚蠢 你等他先死去 才拿出來 所以我自己覺得 究竟我們香港裏面 有多少這些黃官呢 有多少這些 應該這樣說 讓他進去做 這些通常都是相熟的 這個事實 我們當中有多少這些黃官去包庇這些人呢 我們當中有多少高官是黃的呢 是包從禍心的呢 這個只是標靶而已 但他後面的勢力呢 我不是說美國 是說我們香港高官包庇他的勢力 是說西九CEO都不可以動他 這個七日M加博物館買手 又好統籌也好 都動不到他 還要避他的話 那麼這個M加博物館的那個 握身人 他後面的勢力有多大呢 對不對 但是到現在我們特首好像沒有出過聲 沒有出過聲說要錄架 又聽他們啟 我們現在的特首究竟是什麼人呢 是西人還是中國人呢 這個令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你是一個文化藝術的 其實是否可以單純藝術呢 但是我剛才在大公報 看到有些團體就抗議了 然後大公報貼了一些當中的 所謂買了的作品 很多都是關於性的 那有多藝術呢 不是那個裸露是叫藝術的 當然啦 我知道買手那個 買得藝術的那些 他的藝術情操都是那一系列的 紅毛美感啊 露肉啊 那些這樣的東西啦 總之就是 叛國的就買 都是那一系列的啦 那當然我不排除他當中 有沒有CAP水啦 或者 這裏沒有CAP那裏 那裏 賠回某些東西給他家人呢 我不知道 但是 這些叫藝術嗎 你不可以真的純美感的嗎 我見有些黑白畫都很漂亮的 有些幾何畫都很漂亮的 那你不可以買那些的 我就算見到有些街邊 畫那些都是很別致的 即是畫的大頭那些人 那些都很別致 很卡通那些人都很別致 你不可以那些的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叫做是藝術呢 那當然啦 我們不懂得欣賞 但我亦都不覺得他有什麼欣賞 即是有什麼質素 藝術的文化藝術就是 你可以令到大部分人都欣賞到的 有些可能比較深一點的 但你起碼不會令人覺得嘔 嘔 心 或者是想嘔 的東西 如果你說這麼多裸露的 其實是否適合一家大小呢 那我自己就覺得這個是很有疑問 那當然啦 我們 由於黃人太多 其實我們執法部門也好 其他正常人也好 即是十個鍋 只有兩個過去永遠都溝不到的 搞不定這群人的 我們只是唯有逐步逐步搞 但問題是我們要出聲 我們不出聲就當沒事發生 然後繼續荼毒下一代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不可以入一些叫做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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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那裏有沒有電影院 如果有的話可以放啊 又或者是介紹啊 這些 我相信有很多 很好的畫 或者有很多很高的 住作或者其他東西都可以放出來的 我不相信只有艾美味可以放出來 或者是有些反中亂講的 或者是港獨的東西可以放出來 我就是覺得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所謂的 那些人的腦袋都很狹小 根本就不明白什麼叫藝術 雖然我也不明白 那這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